当你有什么起心动念 它必须做啊 然后你就知道 这条走不通啊 你如果走不走 搞不好就会开出一条 你自己的路 2020年云门五级 新一代的艺术总监郑棕龙 用自己的姿态 让云门绽放出 崭新的生命力 郑棕龙的生命中 出现了三位重要的贵人 在贵人们的启发之下 也改变了他 接下来的舞蹈艺术生涯 我小时候不爱念书啊 那个时代 休闲娱乐不多 所以我们小时候就 就体力多 我是班上 大家头痛的人物 也是家里 大家头痛的人物 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啊 然后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 不过我蛮幸运的啦 有像卢苏伟这样的关户人 他带给我的改变 他带我们去植物人安养中心 带我们去创始基金会 去这些地方去照顾那些 需要被照顾的人 好像让我看到生命另外一个样态 我们都好手好脚 为什么不能做一点事情 这样 从国小三年级就开始 开始学跳舞了 我擦班进台北艺术大学 是曼菲老师 办的第一次擦班考 所以我很幸运可以转到台北艺术大学 然后我记得 刚进学校的第一个礼拜吧 有一位学长受伤了 可是再过几天就要表演了 他说三天给你三天的时间 然后就丢一个录影带给我 叫我要回去把那个角色学好 结果三天验收了 从头跳到尾没有出错 我想说的是 你看曼菲老师就是这么大胆 敢把机会丢给一个 好像没有准备的人 然后去测试他 看他有没有办法跨过去这样 台上十分钟 台下十年共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云门所学到 看林老师所学到 其实是纪律这件事情 像云门的舞者 他一年大概有两三个月 在国外巡演 也有两三个月在台湾巡演 所以意思是 他有非常多的时间是在舞台上 然后那种高度专注 高度集中的一种状况下在跳舞 是这一些舞者每天 有纪律的八个小时的跳舞 纪律是林老师跟过去云门的人 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资产 两位老师都某方面在给我打开了一扇窗 让我从那个窗户里面 可以看到更大的世界 2020正式接受林怀明老师的邀约 成为一门新一代艺术总监 对郑宗龙而言 这一份肯定和期待是史无前例的 十三生 2016年创作的 这几年他已经跳超过一百场了 有一天就在我父母亲在路上走 我母亲就跟我分享一个他童年的故事 蒙甲那个地方有一个街头艺人叫十三生 把这样的一个童年的印记 用一个街头艺人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因为我们其实跳舞也像街头艺人一样 所以我总觉得我看到的世界 我感受到的街道 我都希望可以从舞蹈里面 去把它表现出来 50年间我们的生活发生非常巨大的变化 因为科技的关系 所以我找了日本的新美艺术家曾郭大度 然后他提议说 可不可以用AI来加入这个创作 对我们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探索 然后我们才可以知道 原来一个例子加上一个舞者的身体的数据之后 它会变成一个颗粒在空中舞蹈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过去不会想到的 跳舞其实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编舞比较讨厌的是 他要坐在那边想很多事情 当你要透过手或透过人把它做出来的时候 这个中间是有非常大的距离 在前辈打造的宏观视野里 郑宗龙掌云门这个50年的台湾品牌 持续成为世界注目的文化标志 云门剧场是跟新北志政府的BOT案 然后有4000多位的捐款人协助 让这个地方盖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剧场 而且风景又好 可以看到淡水河 然后看到淡水的夕阳 在这个地方工作是很幸福的 我们这些不知道岁月的人就在里面 继续拉筋跳舞动身体 我觉得鱼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持续在影响大家 改变大家对跳舞的想法 让大家身体放松一点 让大家生活里面 有没有可能有更多机会出现舞蹈 不管你喜欢跳街舞还是动瑜伽 它都是一种动身体 在雨中跳一段舞啊 或者是在草地上奔跑的时候 自己随性跳一段舞 都可能会是一个很棒的心理的感受